欢迎收看威力奇货银 大家好 我是奇货威力哥 今天早上的盘式可以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 记昨天的早盘 先是下杀 接着被尬空 今天又开高走高 然后 早盘开高走高之后 一路反转向下往下刹 然后再跌破 昨天晚上的低点 索性 昨天的早盘低点没有被灌破 否则就会形成这一个 在一个相对真理区的 而且在相对高档的位置出现 先穿头后破底 那通常这样的情况都是一个趋势 很有可能反转向下的一个警讯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近日到底有哪些重要大事又即将 发生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在于说 大家都在关注台北时间 礼拜四 清晨两点 也就是礼拜三的这个夜盘 夜盘时段 清晨两点的时间 全球瞬目的事情就是美国联准会 这个利率 决议的结果是什么 那大家都是预期啊 应该 照理说这一次应该要降息啊 那川普总统呢 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先生呢 他又昨天啊 很怕这一次联准会啊 还是维持利率不变 所以他昨天再一次的在公开言论里面 他再一次的批判 说这个 经济 之所以会这么 经济景气之所以会趋缓 之所以不如大家一起 全部都是联准会 虽然这个听起来啊 温迪克听起来 感觉是川普总统在推卸他的政治责任 事实上 整个经济成长之所以会趋缓 最主要的因素其实是在川普总统自己本身 所以演的这个贸易战 所主导这个贸易战 还是全球 性的这个贸易战 那所以呢 大家都在关注 这个联准会这一次 他到底会不会 顺应这个川普总统的喊话 去做这个大幅降息的动作 那从近期的整个经济数据的变化来看 包括上周五美国公布的 第2季经济成长率 衰退跟第1季比起来是衰退1% 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做一个对照的话 这一个月联准会升息的几率 布利哥评估应该有60% 没有市场到70% 90%这么高 那就更别去讲说降息两码这样的情况 那市场上呢 有很多外资发布报告 如果这一次联准会 没有降息的话会怎么样 我想有些外资用 非常 严重的字眼 用崩叠这个字眼来 打预期后面的整个走势 就是说如果联准会 还是坚持不降息的话 那全球的资本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大的调节型的卖压出来 失望性的卖压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多做留意 那我们从近期盘势 尤其昨天的盘势来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各国政府都在做因应的准备 因为外资怎么样 一直在放消息 联储会如果不降息就要崩叠 所以各个 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国家队一定会 密切的去监控 他只要发 发现说 有一些比较大的卖压或者是有人已经开始在做攻击 就会怎么 伸手去护盘 伸手去做干预 所以 可预见的事件 可预期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操作上 他的难度肯定会高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做好什么事情 把你的资金 部位控制好 那你所用的这个 策略或者是你自己的 交易计划一定要 预设停损 一定要预设停损 如果你做不到 你常常凹单的 你进场说连停损在哪里都不知道的 我一个奉劝你 一定要用一套好的工具 所以工具就是 他在进场的当下就一定要把你的停损点 同时设定好 然后呢跟着 盘式的一个变化 无论是浮动的获利还是浮动的亏损 他必须呢动态的去调整他的停力停损机制 这样才能够在这种 一个 盘式充满许多变数的这种走势里面生存下来 要不然呢 把你一下子 这个追多进去 看昨天高空很开心 赶快追啊 这个 政府不会让他下来啊 很多人都这样喊 因为要选举 好 昨天很开心 跳进去 早上开高也很开心继续追啊 然后 结果呢反转下来 还没事情啦 没事情啦 然后现在呢 担子套子 那如果再继续下去呢 没啦没事情啦 要选举啊 不怎么啦 可是各位你要去想啊 期货上的风控会不会听你这一套 不会啊 期货上只会叫你五钱啊 其他都是多余的 第50%追缴第25%强制看你的案子 跟选举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资金没有控制啊 你根本没有资格跟人家谈什么没事情啊 你没有资格去跟人家谈 单子能够报多久 所以在这种地方你只需要做好你的资金控管 那尤其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会再跟你们强调你只需做好资金的控管 不要老想着发财梦 一口单只做一口保证金下一口单这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 照着整个 数据的一个推算 这样的策略 他大概要抓多少保证金 做好资金的一个控管 其他呢 这种动态式的停力停损的机制 你就交给 我们的程式策略 交给电脑去帮你处理这些事 因为动态的停力停损呢他随着 这个报价的跳动 及时的去做一个调整 去监控说是不是需要往上调往下 停力的部分那停损的部分 浮动获利的话 当然要启动他的一个 浮动获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 这些都必须实时去计算 所以你要想现在交易时间19个小时 你怎么算 拿一台计算机价格跳动个5点10点你就赶快去做计算或者在那边心酸说这个价格到哪边所以我停损要移动到哪 十几个小时 各位要善用工具了善用工具 即使呢你没有 这个像威力哥的这个威力指标程式策略你也应该要怎么样 善用期货公司的一些 这个网路下单他们现在都有一些很棒的一些很灵活的机制 你最少要把停损先做到 最少要把停损先做到 所以威力哥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这次联准会公布利率决议会造成非常大的波动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资金跟风险的管理 请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会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件 然后我们看到 那个日本 应该是刚刚就已经发布他的一个利率决议 那 警戒大家应该会期待他们利率决议之后 日本央行总裁会讲些 什么样的一个预测 就是说 对他国内的一个景气 其他对国际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在 欧洲的部分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他工商服务业的信心指数 那德国呢为什么会一定要把他独立出来 德国现在是欧元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体 那我们要 留意的是德国他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在美国呢当然是目前全世界 所关注所瞩目的 就是他的个人所累积以及支出 还有他的一个乘务销售数字 这主要是跟民间的消费信心有关 那 另外的一个重要数字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 零售销售红皮书 他反映的是整个美国 中大型卖场的一个销售数字 所以今天整个公布的数字都是在 民间的这个消费数字部分 因为大家要知道其实美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经济长率是由 民间的消费所构成 就以他第2季的经济长率来说 如果他的一个民间消费没有成长的话 那这一次其实美国的经济长率第2季的经济长率呢 他的衰退的幅度会更大 所以这个数字 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重要 也提醒大家多做留意 今天晚上还是会很精彩 再加上今天呢 是这个新加坡摩根台子的 这个结算日 所以要留意中午之后的那个行情 应该还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 当你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也差不多就是行情准备要发动的时候 所以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 做好你的资金跟风险的管理 看回家技术面的部分 昨天已经跟大家预告 威力指标已经转弱 威力指标他是一个趋势性的指标 他其实就是已经在暗示你说 短线这样 这个短期之内的这个趋势已经开始有回落了迹象 提醒大家多做留意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的行情纠结正道 应该上面有五日线下面有月线 上公五日线就刚好又碰到这个整理 形态的这个近几个假日这个整理形态的这一个 这个上缘 那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调节的一个 现象出来 那底下是月线 当然会有一些法人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户盘的这一些 这什么四大基金这些也会趁着这个时机点去怎么样 去捡便宜 因为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也 也不得不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他们的心态就是比较偏多 官方的心态他就是比较偏他就不希望资本市场转空 所以他会在这个地方很积极的去干预他 这是近期操作难度比较高的原因 那在这个地方大家留意的是 这两条线五日均线跟月线靠的很近 所以要留意 如果近期没有一根 那个收红 1.2%以上 或甚至1.5%以上的一个红棒的话 那在扣底效应下这个趋势 这个五日线会慢慢的跟月线 最后怎么样 黏在一起然后 转成 负差离 负差离就是什么 死亡交叉 就会变死亡交叉 短线的就很可能又会再有一次的这一个调节的压力 但是他正式的 转弱以前 通常都会有法人会刻意的去怎样 再把他拉上来 拉上来是为了什么 做调节 那另一方面会有官方资金的部分 再次试图去做干预 所以操作难度也会高 操作难度也会高 所以威力科才会一再提醒大家 做好资金的一个配置管理 不要每次想说 这这好用 这好用我的装包都要漏了 这是不对的观念 不对的观念 事实上威力科 十几年将近20年的市场经验 我从营业做起 营业都有风控 可以看着每个客户在不同行情做哪些动作 哪些客户在赚钱哪些客户在赔钱 资金控管真的很重要 有好的工具好的策略 你还要有资金控管 所以在这个纠结震荡的这个黑暗期 我一个再次提醒大家 一样 几率操作 做好你的资金控管 好 做好你的资金控管 以后我们看波段的部分 我们看60分钟的这个波段的部分 在这个 早盘的 第二根小时可以出现 就开始转弱 整个趋势 相对来是转弱 那你要留意如果他跌破了 如果 如果他跌破了 像是这个上周五 上周五或者是礼拜一 礼拜一 礼拜一也是昨天的这个 相对低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他就会形成什么 在一个整理区间 形成一个先穿头后破底 这样的一个局势 那通常呢 如果他先穿头后破底 尾盘收盘所以收在 这根K棒当天这一根日K线 又收在一个 相对低或是收在最低的状况 那依据这个 我们城市交易策略平台的一个统计 威利哥所做的一个数据统计 往往隔天 载破低点的几率都超过7成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威利哥提醒大家你要特别留意 那如果你已经是空单在手的 你已经空单在手了 你只需要留意 比如这个整理区间 像昨天 我们把范围说 你可以比如说 昨天夜盘整理区间的一个上缘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盘式 是否有可能 产生逆转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你可以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比如说盘式能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 看一下 因为 先穿头 那会不会破底 当然在录影这个时间点没确定 如果破了底又算相对的一个低 那这个盘式就几乎就确定是转弱 那即使在盘上来呢 你只需要怎么样 稍微的去调节 或者是呢 你就做好你的情况 你就暂时你也不用去管它 依照你的这个 原本的操作规划去执行 那既然是偏空虚耗 只要没有往上 突破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形态关卡的话 那基本上呢 你就不用去太过担心 你这个手上的空乱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比较短线的 当盘的部分了 你要留意的 你要留意的 大概就是你可以以今天 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整个 高点到低点 这个 的一个变化里面 去找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形态 整理形态的一个 上远的一个关卡 你可以去把它当作一个 操作的一个关键 把它列为一个操作的关键 然后只需要去拧定一个作战的一个计划 然后照着你的指标去做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指标 可以让去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你像我们一分钟K的一个指标 没有错 它确实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 可是 该 这个反转 该去世该怎么已经变化了 该反转了 这个操作 你应该 这个应该顺着这个方向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 他并不会去 因为说这里是不是已经 跌了一段 然后呢所以我就不要去 做任何的动作 城市的好处就在那可以克服你的一些人性上的盲点 你怎么知道这里一定是低呢 你怎么知道 后面会不会还有更低呢 当你电梯坐到一楼的时候你觉得这里就一楼啦 那你怎么知道 一楼就是这栋大楼的最低层呢 对不对 搞不好他底下还有 五层六层的什么地下室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善用工具 或者是善用你的指标 不要有太多人性的想法 因为当你有太多 自己人性上的一些思维跟想法 你的操作就会一团乱 所以 选择一个好的指标工具顺势操作 顺势操作 你就能够 长期的在市场上存活下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工具 你可以善用 像威力哥这样子的一个 威力指标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挑选像这样的工具 剑红满 单绿空 踩到两次黄线 踩到 两次超涨或超跌的这个黄线 就保持观望 就这么简单 你看威力哥解盘也好 那我们的这个策略的一个 在市场上的一个 这个对于趋势的掌握度也好 我们就是一群这样的原则 以及动态停利停损的机制 想要在市场上赚钱 真的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困难 最后选择群的部分 还是跟昨天一样 因为我们预期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那不是大涨或大跌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一样可以善用选择权的 这个买方的这个勒势 来做一个规划 你可以一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威力哥还是要提醒大家选择权买方 如果 这个行情 这个不如预期 比如说这个多空纠结之后大家发觉 怎么在那边试上来试下去 那大家就对市场 又 都在保持观望 那行情很可能就会怎么样 在这个区间又继续的整理下去 那选择群的买方就很可能会变成什么 他的一个 这个权利金就会两边都归零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资金的配置 千万不要想说 一定会大涨或大跌 所以我就全压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最后威力哥 再次祝福大家 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